大家好 大家好 歡迎來到《聚書言宵》的節目 今天又很高興 又請到嘉賓在我們中間 其實上次我們已經邀請了Samson 其實他跟他提到牛津大學的研究生活 這次我們更上一層樓 延續我們牛津學書教的系列 我們已經請到我們身邊的是France 孟彭倫 可以介紹一下自己嗎 我叫France 在牛津大學讀政治哲學博士 所以我們越來越厲害 遲些可能請到教授 有時碩士比你博士好一點 也會啦 明顯這個會好過上次好一點 說笑而已 好 今天France上來介紹這本書 我們不如說一下今天想說的題目 今天想說的題目其實是 因為民主黨的前總幹事 大家知道前總幹事 就是他在這個我們叫一流一諷的地方 讓記者所謂斷正 斷正之後 此人就飛檳掃尘 然後就逃過記者的遺報 結果就半招攻就好像不如完招攻 就聲稱他在一樓一做訪談 對 就是做這個訪談 應該和今天這個有些不同 但是呢 無論如何呢 就是令我想起兩樣問題 第一個問題就是關於一個人的私隱問題 一個公眾人物的性 或者是否真的應該是社會要關心的人 這是否所謂的公眾利益呢 第二樣東西就是本身我們會想的就是 在一樓一做訪談之外 是的 譬如說一樓一這些工作 這些場所 究竟他本身 我們會想的一個很長久的道德問題 是否沒有問題呢 第一樣我想說的一本書就是 剛才提到關於私隱的 Thomas Nagel有一本書 就是叫Consumement and Exposure 這本書主要在頭幾個章 他會有一些比較深入的討論 就是輪到一個人的私隱 究竟我們怎樣去看這件事呢 究竟人類的文明 甚至這個層次 我們應該怎樣去看 有些東西社會是該說的 有些應該不要問那麼多的呢 如果 譬如說新聞界有些朋友 或者我們對於甚至聖這些議題 有興趣的朋友 其實我如果看這本書 我相信都會獲益良多 事實上 Nagel寫了很多文章 是有相當的自由深度 而一般 我想有相當 如果是高中的學生 也有可能會 在他簡單地閱讀到 如果是大學生 我覺得不一定要讀自由專課 Thomas Nagel是在New York University的 一個自由教授 也相當有名的很多年 我再多提兩句Thomas Nagel 因為Thomas Nagel 其實是一個很大的 另一個很著名的哲學家的學生 那是John Ross 即是他的弟子 John Ross是他的先生 是的 他們幾乎同輩 他幾乎同輩 因為他很大顆的關係 不需要提John Ross 即是他不需要活在John Ross的陰性 我們不需要說他做甚麼學生 另外一件事 Thomas Nagel除了這本書 我記得我們書店 其實賣了一本 叫做Quarter Cet All Mean 另外有一本 譯了一個中文 叫做哲學九堂課 那本也是 很多時候 我們會介紹給一些 哲學入門的朋友 例如他們想來問 哪一類書 他們想介紹用來入門 其實那本也是很值得推介的 也是Thomas Nagel所寫的 是的 那另外今天是否有另一本書 有英文就有中文 有中文 這本書就是 林英斌所寫的 《麻洋的倫理學》 他在台灣做這些研究 那在中文界 有一些人寫 我覺得也是很寶貴的 台灣的聖結研究也是做得很好 對 比香港走得遲 我們香港也有很多地方可以借鏡 我想如果香港有多一點關於倫理問題 或者是社會政治倫理的討論 我相信是一件好事 另外其實林英斌是他的真名 他有筆名叫卡維波 是的 這個也是 有時候在台灣 如果你看到一些報紙的文章 討論性別問題 很多時候會看到卡維波的名字 其實也只是林英斌 回到這個 那單 賣淫短精 不是 賣淫短精事件 跳棋短精 跳棋短精 那是怎樣呢 究竟我們 就是 我記得就是 我們 新聞一出的時候 很多人就拍著 那個 很慘的 我記得他的樣子 一個苦情的樣子 你做什麼 然後他就 我去做訪談 他很閃閃縮縮縮 然後就很慘 就說 又有脫衣 又戴又沒有做什麼 很多媒體就說 你差了 你 講完這些 你應該怎樣怎樣怎樣 其實 講到尾 是不是他愚蠢呢 這個 我很老套 這樣打一句 這個真是一個好問題 其實 是不是 好像有點愚蠢 或者有點傻 天真 但是 我想 有一個更加 根本的問題 可能大家都要想 究竟是否 記者首先 應該要問這個問題 嗯 我們會說 就算當這個行為 好像不太對 就是 這個表情不太對 那這件事 是不是真的 我們要去 好像追捕他 如果那個人是販毒的 我們似乎 應該要 是 生活面對 就是 而這件事 不單止是有爭議性 而且也有相當人提出 這幾好的理由 就是這件事 其實都是相當個人的 而我們 值得留意的地方 就是 不單是說 這一次嫖妓 就是 就算是藝人 一些私隱的生活 譬如性 或者性 他們 我們很難說一定是錯的 但是 我們看到一些事件 譬如燕照門的事件 看到其實香港人很喜歡 去 留意這件事 消費這件事 甚至我們認為記者 好像 不知道誰給了權利 是可以去質問當事人 有沒有做過 如果你不回答 你又不誠懇 如果你前不退後 又會有誠相問題 而我自己想到一個問題 很根本就是 這些事件 是不是應該 社會的人 可以這樣去探問 其實 譬如我們經常見到 那些記者會出來說 吃得鹹魚抵得殼 你做得明星 收得錢 當然是被人挖這些東西出來 然後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就是 我們有知情權 工作有知情權 所以 劉德華你會結婚 你應該告訴他 否則我們聽到 很不開心 這一點呢 我想 在 我們說藝人 說我們八卦有知情權 我想很多人都會覺得 實情說不通 但是 再說深一層 例如你是定制的人 或者 你所謂 在一個政治的 世界中 的人 不單止是 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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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議員 陳前議員 之外 還有 美國最著名的 例子 哈伯頓 或者最新的例子 卡恩 他們都是 卡恩 現在 搞到新辦名 已經深圍 雖然 又推翻 但是 之後又繼續 有人追著 他說 你又搞我 之前 可能因為這件事 所以差一點 就被人家 有影響 你覺得 怎麼看呢 如果 我們政治人物 分解人 這個分解人 我相信 我相信 剛才介紹的書 Thomas Nabell 他有一個 挺精彩的觀察 他認為 其實 大家 社會的人 如果這個社會 是相當程度地成熟 應該明白的人 有些地方 是有很私人的一面 其實不想 隨便拿出來給人看 而這個面向 其實每個人都會明白 我們每個人都有一些意識 不是任意可以拿出來 我舉個很簡單的例子 當我們看這些電視的時候 一些記者說 我們一起關心一下 這位藝人的生活 感情生活 其實我真的很有興趣 想知道 如果那兩個 譬如說 做娛樂節目的主持人 他們可不可以互相問一下 其實 不知道你昨天睡覺 其實有沒有跟你先生 或者你男朋友做那些事情 當時的反應又怎樣 其實是相當模範的 如果問你問題 我想說 如果將心比己 就算藝人 我們經常都說 藝人都是藝人 難道藝人又可以被人非禮 又可以被人拒絕 如果他們不可以做這件事的時候 其實他們是不是有些事情 我們應該尊重 有時候我們會說 這是一個合理的代價 但這件事就有點操心 怎樣為之合理 我自己認為 就是有些底線 我不認為這件事可以隨意去挖掘 當然如果我們可能 在表面上 問一下一個藝人的 最近的戀情生活 尤其是一些比較開心的 OK 但如果是探問一些 譬如說 你的性癖好 或者是性習慣 或者譬如黑龍運動 當時做了一件事 我就不太看到 為什麼會跟公眾利益 或者個人情緒上 有什麼關係 起碼社會也不是探問 這些更加深層的問題 但譬如我想在娛樂新聞上 他們可能會更赤裸 我想知道 你影迷很關心 我們跟你是影迷的關係 譬如我們劉德華影迷 劉德華沒有結婚 很重要的 對我們來討論 以劉德華來說 這件事就非常赤裸 你是純粹地打擾探問的性質 但如果你是政治層面 人們就會覺得 例如你有婚愛情 或者你去嫖妓 你是觸動了社會 某一些 建立的價值觀 你這樣做 你是作為一個社會上 有認受性的人 或者你是代表社會 要做一些事情 而你的行為 和社會的規範 有些偏差的時候 他們會用這個方法來 好像剛才我們提到 之前討論的問題 就說 很少記者會說 這件事是社會規範 但是 你覺得 可不可以用這種漏術去 另外其實還有一個項目 我差點忘記了 就是 我記得是阿薩 還是阿嬌 是阿嬌 那時候被人說 你這個樣子 我怎樣教他小孩 這樣 然後是一個公眾人 是的 公眾人說 因為樹起一種典範 或者模範 你的道德操作 會成為 我們下一代的借鑑 你的師生會不檢點 才會令到 我不知如何教小孩 當然這件事很無謂 但是 你如何回應這些說法呢 我想 有很多角度去看 第一件事 雖然政治人物 和娛樂圈裡面的人 他們的工作 他們那個 本身的動物性質 是很不同 但是其實 我覺得可以找一個 人物性的觀念 我自己會說 首先大家想想 是不是他們都是人 就是 我覺得這個 聽起來好像有些老土 很老 但是其實 是不是大家都應該留意 這個問題 我不是說 大家一定要很動漫的案件 什麼都不能說 但是有些事情是過份的話 是不是我們應該 想一想 會說 譬如說 如果有人 當時下載了陳冠希 或者其他影片 那 你是不是應該有些 測忍之心 不要太順 到處去做種子 然後去下載 然後又整色整髓 其實 我想如果有些 對人有些 同定心 或者覺得 我們做人 應該懂得 有些根本的尊重 其實 無論是藝人 還是政治人 我相信 都是 有點抵事 但是第二個問題 剛才說得好 就是說 會不會是 會不會是 其實 就是 一些藝人 其實 他其實不是負責一些公職 但是 他是 就是 他也是一個榜樣 或者政治人物 其實他甚至是 牽涉到一些公眾的利益 那 是不是 有一些東西 其實可以讓公眾知道 我自己想 其實這個是有一個底線 譬如說有些個人的感情生活 我不是看得很清楚 為何他們會牽涉到一些公眾的利益 這是第一件不明顯的 第二件事 如果涉及一些公眾利益的話 我覺得社會如果要討論 都可以在這方面討論 但問題是 討論的人似乎不太多 似乎大家對於他的感情生活 很燦爛一面 甚至很荒唐淫亂一面 大家可能很想消費這些 這是一個社會群眾的心態的問題 我們是不是都可能要想想自己 有些事情 應該多想一些 是否應該少一些 其實一個政治人物 他的私人生活上面 有些什麼出了偏差 都可以做到他 即是成為樂壇 意思是朱培慶也是這樣 是的 即是他去補充 只是他去補充 只是他去補充 即是他去補充 很多人的 那你覺得是不應該問的 其實是不關你的事 那拍這張照片 那要怎樣 可不可以用這個方法 對他有某一種批判 其實因為我記得 剛才France有提及過 未錄之前提及 我們問一個問題 就是為什麼 其實France一開始問的問題 問得很好 就是我們會問那個 去召妓的人很多問題 那為什麼我們不倒過來問 為什麼我們要問這些問題 首先 然後很快我們可以說 那大佬記者要追新聞 要為收視率和點擊率打拚 那倒過來就是有人肯看 那倒過來再問 那為什麼那些人想看呢 所以到最後一個問題 我們不問為什麼 朱培卿被人拍一張照片 應該怎樣做 或者我們應該怎樣做 其實我們第一次應該問 為什麼我要去拍朱培卿 其實我覺得這個是值得 值得留意 其實我們現在問的 就是我們 有些人說 那這是傳媒生態的問題 那我想France再推一步 其實這個不是傳媒生態問題 究竟是我們的社會 對於人的尊重 是不是有 我們覺得有什麼 是要留給他自己的生活條件 他自己去解決 有些就是我們有興趣去知道 不是有興趣 而是我們是要知道 譬如他有沒有貪污 他有沒有官商勾結 坦白說 如果我們狗姐隊 回到時間去追一下這些 可能我們的社會 對於我們的社會 變成更加公義更加公正 更加幫助 但是現在我們就要花一些 我們是不會疾風 但是可能要花很多時間去 現在去叫 大家不要 如果要問你 你有沒有做訪行 什麼 很怪 還有好像是捉賊 當然 這當然會牽涉到 本身 這個票劑是一個問題 我們人是常常會討論 但是剛才Danny說得很清楚我自己想探究一些事情 我關心每件事就是更加根電的問題 就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我們會否這個社會是未夠成熟的 老實說當一個社會有這麼多八卦雜誌 而有一些書店就開到不知幾樓 那這個社會是否一些病的症狀呢 我自己又覺得 其實也有很多人問過這個問題 香港在性或女性身體裸露 或者在別人的私隱上 表面上是很導漫 說你們這些人可以做的 你這樣做是可以的 但其實因為有這種的復活性 所以我們有很多 可以說是太過壓抑的 一方面是太過壓抑 主流上的 所以實際上就會看到很多的雜誌流通 而每個雜誌 你也可以說它的封面是非常之 你可以說法律上不是不打的 但是你完全是不打的 好 現在這一節差不多了 下一節回來我們繼續討論賣人 還有可能社會對於女性或人人性的關係的想法 下一節回來再問大家見